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火车上 今天坐着快1804次列车 从广西的贺州到湖南的永州 那么借着绿皮火车沿途的风景呢 带大家看一看两个省份的仁村到底有 怎样的一个反差 中途经过的站点也是挺多的 经过了富川 江华 江永 稻州 双排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一直拍到永州的双排线 目前沿线所经过的是贺州的平贵区 可以看得见它这边的山峰啊 也是典型的桂林山水 贺州是一个三线两区的城市 也是中国唯一的长寿之市 这里的人均寿命啊非常的高 它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明察之乡 客家之乡 骑城之乡 以及马蹄之乡 地处香月桂三省交接之处 从沿线铁路上来看啊 它们这边的房子 建设的并不差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三层以上的楼房 而且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 虽然它们的房子啊 外部的专修 并没有过多的一个装饰 但是它内部的装饰啊 却非常的好 沿线我们也可以看得见 基本上家家户户啊 都是有这个太阳轮板的 宽敞的水泥路 路东 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家每户都是有汽车的 当然呢 也还有一些比较豪华的别墅 还有一些是统一的建筑风格 因为有一些人村啊 它可能是受国家的一些支持 大家发现没有 它们这边的房子啊 基本上和这个农田 特别的近 但是在湖南的人村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近 眼前的这栋楼房建的比较豪华吧 当然呢 也有一些是环保廉价的小木屋 它们这边种植的树大多都是以安树为主 因为安树生长速度比较快 你看配着这个蓝天白云 尤其是这个桂林山水 广西这边的人村啊 确实是美得像一壶 优美的画卷 可以这么说 这么美的自然风光啊 在全国很多的省份都是看不到的 广西的山水真的是非常的养人啊 透过这个窗外的风景 咱们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两个字 舒服 因为它这边的长寿之乡也是特别的多 只是巴马比较有名而已 在广西14个地级市当中啊 基本上每一个地级市 都有很多的长寿之乡 你好比赫州的 三个县 就有很多的长寿之乡 比较有名的呢 就是昭平县 它那里有一个环游骨镇嘛 平均寿命都是达到了80多岁 所以 广西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宜居养老的好地方 广西的自然资源 由于特别的丰富 所以它这边产水果也是特别的丰富啊 品种很齐全 咱们吃的很多水果 他们这里都是盛产的 像卧甘这些 甘蔗 这边是比较有名的了 现在经过的是 赫州下面的一个县 中山县 中山县呢 它是处于中国西南和 华南经济区的结合部 在2020年也被入选为了 中国夏季休闲百家县市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宜居养老的好地方 一向比较有名的景点呢 石里画篮 这边 出产的特产呢 也是有挺多 一向比较有名的 红花 辅竹 优质道 英家 大屠菜 这些 都是比较有名的 眼前经过的是一片玉米地 广西这边种植玉米比较的多呀 当然呢 主要也是以种植水稻为主 其实总体的一个气候和环境啊 和湖南没有太多的一个区别 稍微比湖南要 温度高几度吧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庭院也是 建的非常的温馨 现在呢进入的是贺州下面的 富川瑶族自治县 他也是中国的长寿之乡 在汉筹的时候就已经设县了 历史是非常的悠久 所以他这里的古葱落 明居石桥牌楼 是非常的出名 也有众多的历史遗迹 这个县城的建筑风格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吧 这个县获得的荣誉也是非常的多 他曾经获得全国绿化模范 单位荣誉 等等 特别多的荣誉 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 金山银山不如青山绿水 我觉得看着 广西这么漂亮的沿途风景 对上这句话 确实是再符合不过了 虽然以前呢 广西被誉为十万大山的 一个省份 但是现在由于高铁的一个发展啊 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基本上去哪里都很方便 好现在和这已经进入了 永州的江华 瑶州自治县 江华呢 它是永州市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也是湖南省唯一的瑶州自治县 同时呢也是全国13个瑶州自治县中 瑶州人口最多的县 因此 他也号称 神州第一瑶城 从这个沿线条路上来看啊 如果关注这个房子的建设 湖南这边的房子建设的要更加的气派 外表 会更加的漂亮 而且 别墅这些 比较的多 当然了 因为是交界之处 所以他们这边的房子也都是一山而建 处于这个三面环山的一个状态 家家户户了 都有自己的小院子 也是宽敞的水泥露 露冬 太阳轮板 铝合金门川 这种隆葱的田园风光啊 看上去让人非常的舒适 这边大棚也是种了很多的瓜果蔬菜 像芋头橘子 这边也是 比较有名的 森林覆盖率也是特别的高 广西那边种植的树主要是以安树为主 但是这边的话 很少会种安树 广西那边的房子如果没砖修的话 它就是那一种 红色的墙体 但是在湖南这边即使是没有砖修 它也是刷过一层水泥的 就是这种灰色的这种状态 湖南这边的轮村啊 基本上从这个沿线铁路上来看 它外表的一个砖室确实是 胜过广西 但是它内部的话 很多都是没有 搞得特别方便 但是在广西 它内部的一个 就是舒适度啊 我觉得是比湖南要好一点的 因为我之前深深的有体会过 这边呢就已经进入了双排 双排这边的轮村啊 也是非常的气派 尤其是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啊 清烟凉 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 双排这个城市 可能大家因为一首歌 比较的熟悉 叫做 永州记忆 它这里在2019年的时候 就获得了中国天人养疤 创建地区的一个称号 同时呢它这里也有很多 比较有名的景区 你像我们熟悉的童子傲景区 它被评为了 中国 美丽乡村 前100名 在整个湖南省来说 它都是 旅游强陷的 看到这边的房子就比较的具有特色吧 很多的 房子啊都是这种 红色的网 看上去比较高大 气派一点 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环保廉价的 这种土房子 小木屋 可以说是形态各异吧 配着这个蓝天白云 也确实是随时都可以拍出这种 比较唯美的大片 刚刚也看了两个省份的 不同的人村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 反差还是挺大的 毕竟 一个房子呢 它的人村是 比较注重于外表 有一个呢是注重于内在 整体上来说 都各具特色 也是比较霸气吧 大家更喜欢 广西的人村 还是湖南的 人村了 可以在评论下方 留言 好关于广西和 湖南的人村了 就给大家 拍到这里了